哈喽大家好,我是萌妹,今天我要给大家安利一部《洗头女》拥有特殊技能,能通过客人洗头的污水看到她们内心想法的电影《洗头女的秘密》。 小佳是一个洗发女,不过不是别人想歪的那种洗发女啦,而只是一个正儿八经洗头发的。 从踏入这一行开始,她就发现了自己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,就是她可以通过客人头发的污水看到客人内心的想法。 这虽然很有趣,但有时候碰到一些想吃她豆腐的猥琐男,也真的是非常个人了。 这天店里又来了一个男人洗头,小佳看她样子以为又是一个猥琐男,但意外的是,她透过这个男人污水不但没有看到不好的画面,还发现她脑子里想的居然都是小时候的事,很是天真浪漫啦。 而通过那些回忆,她也想起来了这个男人居然是自己的小学同学阿豪,就这样失去联系许久的两个人再次相认了。 从阿豪的口中小佳也得知,分开这些年里啊,她已经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,而小佳因为家里发生了点事,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。 现在的梦想就是攒够了钱开个属于自己的发廊。 两人在一天天的相处中很快坠入了爱河,在一起后小佳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帮阿豪洗头。 后来他们踏进了婚姻的殿堂,在婚后一年小佳怀孕了,本以为是幸福的开始,但小佳却发现阿豪开始变了一个人似的,不但经常躲在一旁接电话,还不让小佳帮自己洗头。 小佳在这种怀疑的情绪里坐立难安,无奈之下,他只能拿起阿豪擦头发的毛巾使劲拧出了一点污水,而透过污水,他看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,一个女人的腿。 小佳无法克制住自己的情绪,他开始跟踪阿豪,一天他看到了阿豪走进了一家按摩店,小佳也赶紧跟着走了进去,这时候他才发现,原来阿豪居然在这家店里帮人洗脚,这是怎么一回事? 带着这个疑惑,他乔装打扮,取当了阿豪的下一位顾客,但阿豪在看到他脚的那一刻,一下子认出了他,既然被拆穿了,那小佳也没有必要伪装了,他干脆摘下了口罩墨镜问阿豪,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? 但阿豪只是沉默了一会儿,随后二话不说,拿起水盆倒在了自己头上,而透过地上的污水,小佳才明白,原来阿豪这些日子里白天上班,下班之后还要过来帮人洗脚,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能帮小佳开一家发廊。 小佳一下感动地说不出话来,夫妻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 本期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如果屏幕前的你拥有这种特殊的技能,你想要去偷窥谁的内心呢? 赶紧让我看看你们的小心思吧。 好了,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会点赞评论关注哟。